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练白眉床不是练力气 是练进度 进度是敲出你本人的自身能力 发的力度都是在那个线松里面去培养出来的 把肩膀送出来 它最好的好处就是以后你全部支配你的手的进度 力度 储备的力量 它都是在这个肩膀跟三角肌里一起给 练白眉床你出镜的时候它的震动很美好 一般都是把牙齿咬紧 它会保障你整个头脑里面的安全 我刚开始练白眉床应该是父亲非要我去练 就从小的时候就看着它们练床其实它有目的 每天看 看得多自己都会在一个脑子工作都可以做 身体发展的时候效应最好 所以我是那时候就开始非要我练功不可 练到那个人家说是走火日魔了 就是等于是爱好 等你有一定的概念以后 把那个白眉床发挥到最强劲的去练 练这个功夫到现在已经有四十到五十年了 白眉床是个类加床 瘦与胖没问题 这用你的心法 是从心里面思维里面的力度 空族一点就是不发脾气 也可以发这个镜度出来 我很有机会来发你的力度 那个就崴下 白眉床净是在放中而收 你出手的时候就松了 它一边粗一边收紧 所以它很自然 刚开始说白眉床先从熟悉套路 几个师兄弟在一个练武帝里面练起舞来 去领悟一下这个动作 白眉床里面它有这样子锤 练这个锤一定要敲东西 碰到东西是有点阳性 慢慢地去解读这个关节 它就硬度就来了 慢慢你就有扎力度 好像有人问我 你师父会不会飞的 如果我会飞我去学 它是迷上了电影 有时候这个功夫太神秘地搞得 这个功夫是一个人的缘分 其实拜师只是行一个礼 能跪在你自己面前 给杯茶 作为师父已经很满足 一日为师终生为父 他们永远自己这句话 好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所以我现在开武馆 家庭是最好 就想想 做一点菜等徒弟有得吃 自愿的劳动 就是最好的锻炼 所以功夫是一样的 要有耐性恒心 有时徒弟问过我 师父 叫我绝交 就是最厉害的功夫 我说你想学绝交没问题 等我死了那天教你了 就是说没有绝交 都是自己流汗 辛苦 去练出来的真正的功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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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